調整過後是一年之內可以 把房子跟銀行切換器節 然後把房子賣掉 其實是可以帶到原來的陳述的 但是現在高房價的時代 你確定一年內賣得掉房子嗎 會這麼說主要就是因為 央行第七波房治管制豁免條款 針對繼承者已簽約 以及患務族不受信用管制 其中患務族要跟銀行簽切結 約定一年內賣掉舊房子 但真的容易嗎 銀行會依照你的申請 你雖然遞交了 你遞件但並不代表你可以 跟銀行平常是不是有長期往來的 合作關係 然後第二個事情是 你是不是有其他的資產 拿去做抵押貸款 不然我覺得對一般人而言 不容易帶到 光是送件到審核通過 就不知道要花費多少時間 加上患務族 可能還要耗時近半年裝潢 作物要在一年內售出 恐怕有困難度 在核待的這個過程裡面 它會未來有所謂的 追貸款的這個難度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在同樣時間它也要去做 所謂的這個借款人的查核 所以種種原因來說的話 它會增加第一線的負擔 對於先買後賣換屋需求 雖然有放寬 但是銀行不一定會配合 至於作物屬於這一類的人 問題要在短時間內解決 也很難 說有一些個案 比如說它正在都更中 或者是說它可能會有一些 比如說產權等等相關的問題 如果中央銀行它不去做 一定程度的解釋 或者是說給一些個案去做排除的話 他們會直接卡在這個 所謂真正要換屋族的 例外範圍之外 專家分析 央行豁免條款 真正受惠的根本不多 尤其換屋族鬆綁幅度有限 雖然條件看似放寬 但對於真正有換屋需求的民眾 實質上的幫助效果恐怕有限 東森 財經新聞 余宥棠 劉子騰 邱小倩 台北報導